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拼多多独家冠名播出的 《非诚勿扰》 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 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优酷视频 上优酷看《非诚勿扰》 观看更多幕后花絮 及精彩内容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你好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是怎么区分一下就是心动区跟观察区 我主要是根据这个女嘉宾上来的时候的那个整体表现 面带微笑的或者是有打招呼的 我都觉得第一印象不错 我就会选到心动区 谢谢 那我也有打招呼 我也有笑 为什么我来到观察区呢 给说法 为什么踏不到观察区来 可能就是我按得有点快了 所以说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你会把我调到心动区对吗 会给一次机会 如果有的话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把红区再拨一个人到蓝区去 可是刚才已经选了 对 你的意思就是就这么着了 对 就选了 好 好的 好的 好 看第一条片子 传统 开放 两个矛盾的词却在我身上完美的融合 生于潮汕 从小受家庭影响 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非常尊重 高中毕业选择去泰国留学 接触到的人都是热情 开放 性格也有所转变 现在回到国内 在一家科技公司担任部门总经理 潮汕人的骨子里是追求完美的 自己对于细节的追求更是精益求精 所以工作真的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 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 一直会有所缺失 以前很少会和家人沟通 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现在陪伴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但我反而会和家人好好聊一聊 听听他们的意见 对于美食 我的态度是非常执着的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精髓 不同部位的牛肉 会呈现出不同的美味 钓笼鲜嫩可口 再裹上满满的沙茶酱 演绎奇妙的味蕾碰撞 我的爱好比较特别 喜欢茶道和书法 可能是因为平时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希望在忙碌的生活中让自己慢下来 有时间去好好思考 在男的的静谧中提升自己 24号 你刚刚说上场选心动 是根据这个女生有没有给你打招呼 有没有礼貌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比较注重一个人的涵养 对吗 对 那你会介意学历吗 不介意 她的回答是 不会 对的 1号 男嘉宾 你好 在我的了解当中 潮山那边的文化一直都是说 纵男情女这一块是比较厉害一点的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个人来说 我是不介意生男孩或者生女孩的 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 也比以前快了很多 我不会说大家还会因为你 生了男孩还是生了女孩这样子 然后去关注你 对 谢谢 既然聊到这儿了 有女嘉宾关心这个问题 我就多问一句 你不介意 你父母介不介意呢 我父母的话也不介意 因为我在家我不是老大 然后我哥哥已经也有了 就是有男孩了嘛 历史的重担已经你哥哥完成了 懂了 邓采欣你这么问是 就是你父母会有重男轻女吗 没有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也是潮汕这一块的 然后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就是女儿 完了之后就是整个家庭 对他那种感觉完全是转变了 这时候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明白 明白 来 选第一个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 助农地图上为中选区女生 挑选爱心产品 来看男嘉宾选的第一个女生是 许瑞萱 有请男嘉宾 好 大家好 我是张艺术 来自广东今年二十五岁 十九号 我是来自广州的 虽然不是潮汕 可是也算是半个 你好 可是潮汕话的同乡的意思 见你平时挺瘦的 是因为喜欢喝茶的原因 或者有健身的习惯吗 我这么瘦 我觉得最大部分应该是基因问题 因为我家里人都比较偏瘦 然后应该还有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我喜欢喝茶 因为会注消化 确实是广东和福建大胖子很少 对 他们一天到晚喝茶 我到那边去过几次 我很少喝着喝着 我头晕了我开始 我站起来两眼发黑 他说怎么回事 他说没事 吃口点去 太猛了喝点茶 刮得我起来眼睛发黑 16号 那个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与母亲啊 父亲之间的这个关系方面 怎么去协调的是沟通呢 还是什么 其实在去上大学之前 就是很少会跟家人 分享情感经验 但是上大学之后回来 就感觉跟家人在一起 重要还是让他们懂你 或者是更加了解彼此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会跟他们分享 我一些情感上的事 因为我是把我全身心 都放在前段感情上面 然后对家人可能就是沟通少了 然后后来我发现在我分手之后 就是跟母亲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多了 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变好了 谢谢 14号 就刚刚听你说 就是你家长是一个非常有传统观念的人 如果将来你的另一半 比如说你妈妈未必能接受 比如说她是单亲家庭 或者她不是门当户对的 你会不会听从你家人的意见 还是会自己选择你的心意对象呢 我不会 不会听从就是 毕竟这种选择只有自己做了 你说不会是指哪个不会 不会听从父母的 好 谢谢 我们一提到 比如说男女嘉宾当中任何一方说 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 你很难把它详细地描述 那个传统家庭传统到什么样子 哪些符合传统家庭呢 比如说一定要生儿子 一定要门当户对 一定要一大家子人住在一块儿 其乐融融 但是毕竟现在的这个时代 和过去是有差别的 现在你看过哪个传统家庭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七大姑八大姨 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边 每天早上起来 要跟老祖宗请安 没有 那电视剧里边的 但是仍然有一些传统 被保留了下来 这个事我们也要辩证地看 白村长 你说你跟家人 就是相距也特别少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呀 哲学问题 哲学问题 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呀 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或者是 就是不能把自己的价值 展现出来吧 你前面半句说完了 又厌回去重新组织了云 我觉得如果沿着这个语句说完呢 人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怎样 去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个答案更好 对 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答案 而且跟我想的也一样 不自由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想做的事情没有做 而是子余笑而亲不在 所以我想跟男嘉宾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因为我哥哥给我说 我父亲离开的时候 给我说了一句话 说就是 就是那个 他最大的遗憾 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看到 我穿婚纱的那一天 然后也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当你精神想孝敬父母的时候 父母不在的时候是特别痛的 因为我不羡慕别人有车有房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通过的努力都能得到 但是我非常羡慕 当别人回到家的时候 还可以喊一生爸 因为当我父亲离开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男人 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我感觉那个 对不起 在这里是我也想告诉我父亲 我现在答应大家 我在真正在寻找我的幸福 那个白村长 我听你说那段话 我特别感动 而且我知道你现在在村里当村长 也是完成父亲的一个遗愿 我爸爸今年七十岁 我就问我爸爸 我说你往后的这个人生结尾的时候 你还有些什么样的心愿想去完成吗 然后我爸爸说我有两个心愿 一个心愿呢 我希望我给每一个省份都写一本诗集 我已经写了这个省那个省 写了很多 还想完成这个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我就希望看到 我就是我的儿子 就是未来的我的外孙结婚 然后说完这个话以后 我就问爸爸说 我作为母亲 我都对他的未来的幸福 就没有一个格式化的要求 我就希望 就刚才姜尔说的 我们希望的是他自由 他幸福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传统的父亲 有这样的心愿 我觉得很正常 可是作为我们新的一辈 我们这句话也要辩证地来听 他希望穿起婚纱的那一刻的女儿的美丽 它是一种幸福 但是如果你能够非常独立地 自信地活下去 我觉得你也得到了一种自由和幸福 所以我们活出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其实就是对父亲最好的交代 和你身上散发着光芒 我前不久看到一句话 我也想送给白村长 虽然我们是一个婚恋节目 但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终极意义 我们是追求幸福 我们追求的不是婚姻 每一个老人 我们的父母都会离开我们的 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人世间 他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遗憾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 在他们还在的事的时候 我们更好地亲情相处 但是切记切记不要拿自己的婚姻 爱情 自己的生育来满足父母的愿望 而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的收看电视的那些父母 不要把你们的幸福感变成对子女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生几个孩子 他们的生育 他们的爱情 不是用来满足你们的幸福的 不是用来满足你们的幸福的 郝怡婷 我说一下我以前一个经历好了 其实有点反面 就是我的前男友的父母 也是比较着急我们结婚还有生小孩 然后他当时给出我的理由是说 因为现在我还有叔叔还有精力去照顾你们的孩子 然后我当时在想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照顾我们的小孩 为什么要让我们的长辈去承受这些 而且我从来也不认为在还没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 还有心理成熟度之前去做这个决定 然后其实我很想跟白村长说一句话 因为我的爸爸也去世了 你这种遗憾我很能够理解 就是子欲养而心不在这种感觉 但是真的不要说因为没有完成他们所谓的这个愿望 而去自责 带着这种自责其实以后很难用一个很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以后的这个未来 其实我觉得天底下任何的父母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开心的生活 我相信就是您的爸爸在天上看到你现在就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真爱 然后能够独立地面对未来很多很多就是未知的一些可能 他就会很高兴 好的 谢谢 来 选第二个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助农地图上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看第二个女生是谁 2号 看下一条 在恋爱的过程中 我一直是一个学习者的态度 两段恋爱 每一段似乎都会让我成长一次 第一段是学生时代的爱情 很当纯 只要两个人相互陪伴 就会很满足 但女生是那种异常独立的人 很少会跟我分享她的心情和想法 有事都会自己担待 在她这里我从来都找不到被需求的感觉 可能真的是太年轻了 我觉得分手对于女生来说是一种伤害 一直犹豫不决 在后来才发现长痛不如短痛 在一起不开心不如分开 后来有一个女生主动追我 她是我朋友的前女友 我当时的思想还比较局限 不敢公布 女生一开始不介意 但拖得越长 一开始是期望 后来慢慢地失望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是我错了 我找了我们所有的朋友 希望他们能帮我一起挽回 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从此往后 不论是任何事情 我都会认真思考后再去做 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有后来要吃 我现在想找一个活泼勇敢 善良的女孩子 12号 我是一个画廊 而且我还是个吃货 你可以告诉我 你们家乡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她是为了找吃的来的 对 别人是找男朋友 家乡吃的挺多的 一些果类还有面条类 有空可以过来朝上玩 很多好吃的东西在等你 是吗 包吃包住吗 包住是重点 对 管不管住 包吃吧 这就是传统的表现 那你在家里会做家务吗 空闲的话就会做 那你在家里做家务吗 做家务 我会做饭 太棒了 两只勤劳的小蜜蜂 在家里忙忙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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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碌 但是我不愿意一直做饭 就是比如说我做饭 她可以洗碗 或者是她做饭 我洗碗 哪怕她做得再难吃 我一定会吃下去 这个就好 你说我要求对方会 他说我也会 对 家务是吗 我承担这一部分 你承担这一部分 而不是说这都是你的 而我什么都不 你凭什么呀 对不对 王凯迪 那家宾好 我看那个vz中你说感觉 有一个前女友她特别独立 感觉自己不被需要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情况 就是其实她可能跟我差不多 是一个被需要型人格 我有一个奇怪的癖好 我特别喜欢组装家具和修东西 不光自己装自己修 我还要帮朋友装朋友修 我就应该多几个你这样的朋友 然后你觉得这个属于你定义中的 就是过分独立吗 这个我个人来说 我是不太喜欢过分独立的 因为没有那一种 保护别人的感觉吧 好玩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事 这个女人有两种 男人也有两种 女的有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要找个人照顾我 男的也有两种 他喜欢 一种喜欢女孩独立一些 还有一种是 我就喜欢我这么厉害的男人 我得找一个需要依靠我的 照顾这个女人 要不然我有什么存在感的 你是哪一种 更偏向于哪一种 我会偏向于去保护别人 后者 对 震宇 我明显是偏向前者的 江震宇之所是第一种 他的这个潜台词是什么 你再能干 你再独立 你再牛 我还是比你更牛点 你总有时候搞不定的时候 我会来的 你还是我的人 对啊 内心是骄傲的 是 是 是 看出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 2号 2号 你好 男嘉宾 您在感情中是被动还是主动的 因为我在感情中是挺被动的 然后也跟那个男朋友冷战过 因为我就觉得你不跟我低头 我也不会主动去认错的那种人 我觉得吵架 谁去主动的话 应该要分析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吵 如果是 他的意思呢就是 就是有些女生 不是说他啊 但有些女生就是那种小公主类型 反正吵架总会有原因 你分什么对错 现在我不高兴了 你怎么办 我肯定会先去 就是会去认错的 然后再分析一下 到底是为了什么 后面就不用分析了 后面这个可以不要了 好 灯没有完了 我们看看你选的两个女生 有没有留灯大屏幕 我们看看你选的两个女生 有没有留灯大屏幕 两个都没有留灯 有点遗憾 再见 今天在排场的表现有点紧张 所以导致后面有一些女嘉宾提的问题 也没有很好的去回答 虽然很遗憾这一次《非诚勿扰》 我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还是会积极地去寻找 善良勇敢 然后有主见的女孩子 顾负负责 満哥